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權道 今天的市場相對偏遠一點 在低位方面是真治的 我們很快看看恆子日線圖 從恆子日線圖記得到 恆子今天繼續見過今年的低位 最低是見過26,447點 另外我們看A股方面 上證指標方面 其實今天也試過一些很低的位置 2654點 其實2016年的低位是2638點 其實距離的低位都相差無幾 如果穿再穿低位的話 真是有幾大機會繼續去沉底 大家還要留意走勢 其實現在市場都很關注 到底是美國會否落實 對中國的進口貨品的2000億貨品 進行徵收關稅 以及特朗普其實聲延 會再額外2670億美元的進口貨 額外再加徵關稅 除了關稅之外 大家要留意多一點 其實因為有消息傳出 美國方面聲稱 北京方面就是管控穆斯林 特朗普其實正在考慮 會針對中國的個別高級官員 以及企業實施制裁 如果真的有機會落實的話 那就有可能很大機會 就會令到緊張的局勢進一步加劇 除了說大市之後 我們也看看股份的表現 因為今天有些股份相對上偏遠一點 譬如水泥股 可拿水泥半天來說跌2.8% 另外華潤水泥也偏遠 其實為何水泥股會相對上偏遠 因為其實消息傳出 發改為水泥價進行一個條件 所以令到水泥價偏遠 另外也要留意鋼材股 今天也跌得很多 譬如安港又跌6.2% 馬港的跌幅就更加大 跌超過一成 主要是因為A庫方面的鋼材股 跌幅比較大一點 就拖累港股這邊的鋼材股 其實也有一個跌幅顯著 大家要留意 特別是要留意什麼 因為剛剛是星期一公佈 通脹其實高於預期 因為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天氣 第二個就是豬的瘟疫 所以令到通脹上升了 如果內地方面要控制通脹的話 譬如原材料 或者這些之前受惠的供給質改革 而價格上升的一些股份 可能就有機會就會受惠 因為它要按住價格 去升上去 大家也要留意這方面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 澳門薄彩股 因為其實今天的跌幅也挺顯著 譬如銀魚也跌超過5% 另外另一隻主要的豪賭股 金沙跌近3% 跌得較多的話 也有一隻美高梅 最後半天差不多跌近7% 好發股地也看了騰訊 也有很多人關心 其實騰訊來說 昨天用了3900萬鑽 為一個回購 但今天仍然是未止捷 半天跌近1% 好發股地也看了中資金融股 平保半天跌0.2% 建行沒有升跌 公行跌0.5% 看完大市和過股之後 我們很快就請回奧森Jack 和我們做個貼市分析 Hi,Dexie你好 是的,Jackie你好 我們看到大市相對上偏遠 接下來就想知道 你怎樣看大市 會不會繼續跌下去 還是不妨等它打大人 我們再做一些淡倉 要怎樣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測勢呢 如果 上個星 即是 打蛋之後 就跌了 這個位置 一千多點 當日 剛好辦法 在2萬8萬鑽 接著就 到頭 來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繼續淡倉 其實是很多 除非呢 除非真是 陳致反中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難題 就一次過今次跌 如果一次過跌的話 今次可能回頭 八到一千點 這樣已經叫中期了 現在的隱瞬波已經很高 如果指數再跌到五百一千的話 那個隱瞬波一定會更高 但是問題就是 它可能先反彈再跌 過多 因為它最近 這兩個月的跌勢 每次都是超過兩星期 可能這一星期 反彈兩星期 然後再跌兩星期 就很少超過兩星期 來到今天已經是一星期 去到星期四到 最多兩星期 兩星期的情況 可能由反彈的短時間 才再跌 那唯一你說 會不會美國跌呢 美國的標普走勢 就是差一點的 上方星期也有雙周轉向 那昨天雖然穩住 但是未來 如果真是走雙周轉向 那可能真的會 人數越過一點 跟著才要反彈 那這個方面一定會知道 如果沒錯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穩住做 做一些 如果是走中期的時候去南國 就不是說現在這個隱瞬波 高的情況去吹火 吹火其實我不反對 那邊的股份 還有那些跌幅的衝勁在這裏 但是呢 你現在的轉賣一定是小量 你不會駁跌的話 一定是小量 譬如聯邦粉塵會跌的 會空已經跌到66個多了 你70元不要做 只有66元才做彈倉 那就算是做彈倉 都是小量的股份去做 做些困難 那指數我覺得 在未來有機會 可以反彈回27,2萬 然後再再提出後的就勢 那現在的操作呢 如果沒有錯我覺得呢 就應該不要做了 如果有些 有些 有些 這個可能就比較適合你去分住 藍底 可能分三四處 因為現在還沒有做中期 但是這幾天呢 很多次 即是說呢 急跌呢 跟著突然上來 那急升呢 急升兩三八點呢 那這些事呢 就千萬不要去追市 一定是提醒 提醒一些 去做 那就是剛才說的 即是說 濃一手 譬如你濃二萬六的 跟著縮三手 二萬五千四 這是濃一手 其實是提升的 表面好像是提升的 但打和點是低的 應該是二萬五以下的 那中間有六八點 濃二萬六 那縮二萬五千四 中間有六八點 所以你原則上加上六八點 和你原則上那套交易是正的 若果立即反彈 當然最好 如果是慢慢跌的話 這套交易未必會再輸 但是一定要記住要分子 因為都未到做 如果一次行業的話 可能怕不了 大概一千月到 那如果做的話 那Long那邊是做職月 那Slock那邊是做下月 還是做職月呢 這個Racial Spec 就不是Tice Spec來的 是Calendar來的 所以你要做的話 要是整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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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整套交易 如果整套交易 可以選低一點 選兩萬五千六Nomput 那如果是九月份 九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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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要小心點 可以選兩萬六Nomput 兩萬五千四十 一定要最少分三處 分三處 因為它未必是好處 今天 可能天天再多五百點 所以一定要分處 好 那如果我們真的想等它 升上去 那你覺得 如果真的行指 彈回到哪個位 然後再做淡沖 會比較好呢 我覺得這幾天 都是想上落落 是彈回到兩萬六千八度 那我覺得 未來都是兩萬六千八度 兩萬七千度 如果是短線 都可以開回少少量 但這個轉馬一定不需要好 因為可能它見到大陸 所以這個轉馬 也不需要多 好 另外如果真的彈到上去 那我們真的想早點 那我們到時應該是選什麼行使價呢 這個投機呢 就減回兩萬六千 太遠都跌到 因為現在已經9月10日 那在月中之後 那些資格值消耗就很快 因為現在呢 因為那個人心很高 所以看來那些交付很快 但是如果一反彈 那些交付很快 所以這個有主要 好 那當然大肆 不如跟我們看看 很多人關心的騰訊 騰訊 騰訊又始終下來 其實都創造了近年的新低 那其實騰訊的走向你怎麼看呢 騰訊的走勢 近來我看到市場很悲觀 很多人都提了 300元以下 那我覺得 如果未來大股再跌 或者停了行蹤的話 加上大股又再跌的話 我認為大概 第一個目標位大概是296元左右 那如果296元左右的話 其實現在做彈倉 那其實呢 那個水位不夠 反而應該怎樣呢 照反過來做 那既然市場看彈 那我應該做彈倉 那之前四百元的時候 全部都看好彈倉 那做這些逆勢交易 逆勢交易一定會支持的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 那如果不配合美國 或者港股狀跌到一千 那騰訊可能真的會去到二百八十幾 所以你一定要計好 共鋼就很積極了 就算速度做一些二百七十 十元的十月或者十月的 慢慢分斷去低位 吵回一些 吵回一些 那最關鍵的事就是分一 好啊 那大家觀眾要留意了 如果想做騰訊很重要的話 那就要去分住了 那跟著我們看一隻 今天都幾弱的股 就是一些澳門博彩股 特別是銀魚 今天都跌5%國外 其實那些澳門博彩股 是否還有機會去做一些淡倉呢 其實銀魚現在做淡倉 真的無所謂的 尤其是Long Put Long Put Long Put去到40% 價案那些四十二 四十三 那一定是 要是你做 要是你做 要是你做反彈 如果想去反彈的話 因為它連跌了五天 那其中一兩天是減低的 那今天減低的 那今天減低的很厲害 而且市場很多 在50元前跌的 一千元50元前跌 所以造成今天的股市 做得很差 那我覺得呢 今天如果不見底 可能明天如果再減低 如果明天再減低 那個減低的機會很大 那今天機會都不太大 明天去做 做減低的成數 成功機率就很高了 那天再跌兩元 或者低的一元 那你去做減低 減低那些四十二元 四十一元十月份的 去撈一撈 那還要分數 要跌七天 那通常都是五六日到 那今天那一輩子這樣 那下午會不會彈 可能下午已經彈上來了 那我覺得是跌到四十五元最多 四十五元最多 四十五元最多 四十五元短線 應該會有一個反彈 那反彈回到五十元 那一元左右 那你說現在做彈倉 那就多次不見了 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等它跌多一日 如果不跌 那如果不跌 那就會有一個反彈 好 那從銀魚來說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其實如果有機會繼續跌的話 那不妨可以撥一下反彈 那最後跟我們看完一隻 比較強一點的 那隻平保 其實都說了幾次了 那其實平保 你接下來會繼續怎樣看它的走勢呢 平保其實走勢不錯 不過呢 大股簽約加上了象徵 都破了分泌 平保亦都是走勢差一點 如果還有之前很差 應該是不需要輸 應該是不需要輸 那我就真的不用到輸 之前就走 因為我經常衝擊 被大股真是限衝擊 那時候 最強的大股座都會拖慮 那之前看過了 那就是平保 那隻平保目前看都OK的 如果你以為大股見到底 可以分泌 我都不反對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好座都還沒走 一處都還沒走 那目前已經在二十挑戰水平之間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呢 拖和拖其實都不遲 到人生報告都不遲 那我覺得在這個位置呢 如果你真的想拖一拖 可以做狼狼 做一些九月份的狼狼狼 比如那個77個叫做拖 72個拖 這個可以拖一拖 所以萬一市真的見到底 爆上去 那蘋果真的可能會發送 如果不然大股再跌 蘋果追跌的話 可能會再回落差 所以都可以拖兩檔 好 聽完朱Sir的分析之後 大家要留意那個策略 應該怎樣做一個部署 另外個別的一些事件 要留意明天蘋果就會有一個發佈會 就要看一看 有沒有手機設備股在下午回來 會做好一點 另外其實在週四方面 美國就會公佈一個揭皮書 大家要留意美國那邊 特別市場方面 對美國加息的預期 會否有一個更加大的改變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和大家再見